無能確診病例依然在增加 在今天還是新北市最多 而且副市長陳純靜也確診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是拋出了快篩 陽性者再去做PCR的構想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就表示 只要民眾可以購買到快篩試劑 就可以這樣子來實施 而對民眾為了要領保險金 所以周團篩檢的事情 紀總市長林又昌就抨擊說 這根本是害群之馬 快篩陽性的民眾可以走快篩陽綠色通道 直接在七大社區篩檢站之一的 北市聯一中心院區做PCR採檢 市長柯文哲三十號視察 首日實施狀況 表示這樣做是為了跟需要去急診 篩檢的一般民眾分流 接下來也會儘快推出 類似快篩陽性的特別急門診 要避免篩檢量能吃緊 市長柯文哲又拋出快篩陽性 才能到公費篩檢站做PCR的構想 對此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這是未來應該實施的但有前提 而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也表示會往這個方向來要求 我相信要前端的準備好 尤其快篩試劑大家都能夠買得到 然後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也能夠來到我們的這個PCR 來做採檢 這樣才有辦法做快篩陽做PCR 其他的就不要來做 當然有一些醫療專業判定的 一個情況 要不然都會要求要做快篩陽的 才可以做PCR 那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但是很快我們大概就會要求 這樣的一個情形 而基隆市30號新增715例確診 傳出有民眾為了領取保險金 每隔幾天就糾團到篩檢站 進行PCR檢測 甚至雙北民眾開車來基隆篩檢 還直呼划算 市長林佑昌批這樣的行為 林佑昌強調公費PCR絕非免費 成本超過一千六百元 還要醫護人員輪班採檢 醫檢師熬夜檢測 民眾不該濫用政府的善意 林佑昌強調公費PCR絕非免費 成本超過一千六百元 還要醫護人員輪班採檢 市長呼籲65歲以上長者 趕快出來接種 可領五百元禮券 記者臺北新北綜合報導